2024年不是一结婚是真的吗 老祖宗的告解究竟有没有道理 此类禁忌是否是所谓的封建迷信 当中秋遇上国庆 今年的八天长假 基本每天在路上都能看到结婚的车辆 这个小长假不仅成了新人们举办婚礼的首选日子 还使得很多年轻人变成了失习特种兵 一位济南的李女士反应 由于口罩的影响 很多人去年没有举办婚礼 所以为了能够幸福长久好事成双 子孙绵延 就趁着今年这个十一长假赶紧把婚事办了 毕竟有些人之前没有时间办酒席就一推再推 不过虽然每年十一假期都是婚礼高发期 但是今年的一桌难求之所以在线 就是因为2024年是老祖宗说的寡妇年 全年没有历春节气的缘故 从古至今 民间一直流传着寡年无春不宜结婚的说法 所以寡妇年这只是民间的一种说法 古人认为春润都是吉祥如意的好兆头 代表丰收繁衍的美好语 因为农历是月亮的园区变化周期计算时间 所以没有历春节气的年份 就被认为是不适合结婚的年份 不然会导致夫妻不合 家庭不睦 子孙无父 其实最初是没有广妇年之说 只是历春是24节气之首 代表着生长繁衍生气勃勃的美好语 按照公历时间 每年肯定都有历春节气 而广妇年之说则是因为有的年份 一年有两个历春 好比今年的2023年的双春年 由于存在润育的原因 所以有两个历春 因此导致2024年就缺了一个历春 所以老祖宗他会认为这样的年份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 结婚的人婚姻获奖不美满 不然夫妻感情不合 甚至结婚等于是没头没有 有些地方有更吓人的说法 从南方的角度来说 寡妇年结婚容易丧命 毕竟几千年来 不管盲工贵族还是拼命百姓 无论地位财富如何 结婚都讲究良辰计 接下来的2024年龙年 2027年杨年 都是吴春年 没头没有的婚姻 肯定是大家所不喜欢看到的 所以结婚这种关乎两个人 一辈子未来的大事 就要结合当地戏俗 和夫妻情感 看 2024是寡妇年不宜结婚 无春不立嫁娶 吴春年不能结婚的民间说法 是否都有一定的道理 在传统文化中 九汉冯甘林 他相遇古之 洞房华竹叶 金榜提名时 乃人生的四大喜事 虽然现在时代不同 不过金榜提名时和洞房华竹叶 依旧是每个人生命中 绕不开的大事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结婚不仅仅是 两个成年男女的个人思绪 还关乎双方信任家庭的未来 很多方面都需要注意 因此婚礼是做 中华传统文化的 举重若轻之力 大家千万不要草率 做出决定 首先古人做任何事 都会挑选一个好日子去完成 尤其认为结婚这种大事 必须选定黄到吉日 否则结婚之后 会出现很多问题 如此可以避免不祥之兆 助力美好的婚姻 防止原本秦色和名的婚姻 很快走向终极 同时这也是对祖先文化的 尊重和传承 相信对于结婚的信任来说 选吉日 不只是定一个日子那么简单 除了所谓的传统观念 迷信信仰 个人喜好外 还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虽然现在社会 已经越来越注重个人主 但结婚 除了考虑结婚的日子之外 还要通过双方的 属相和八字来选择年份 期盼未来的日子 会顺风顺水 幸福美美 好比从年份来看 不能选择犯太岁的年份 这个思想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 已经根深蒂固 一般来说 婚期应该选双方 喜用神当局和太岁的年份 好为这对新人的结合 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当然 如果有些特殊的情况 如果双方八字中的喜用神 无法找到共同的 如此一来 在运势平平的年份结婚 也是可以的 毕竟婚姻是靠两个人一起 经营维持的 只是要以女命为主 商量出 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就好 或者是提前照顾 女方八字中的喜用神 确保双方家长 反对意见几口 如果简单 三份老黄历就决定了 可能会被女方家长认为 对新人不够重视 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也无大碍 只需要请专业喜和帮忙寄宿 其实吉日这种东西 因人而异 有必要的话 寻求算命先生 或者风水大师的帮助 没必要的话 就不必长得那么麻烦 毕竟婚姻的幸福和顺利 还是靠自己 21世纪结婚 还要选皇到吉日吗 夫妻之间 范属相又会如何呢 传统说法认为 只有在运势最旺盛的年份结婚 再结合属相冲上 等进行筛选日子 才能让婚姻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比如选择凉晨几日 不能冲克双方的夫妻宫 才能够让这段婚姻 变得长长久久 结婚日期 不能冲克双方的生辰 八字用事 才能够让夫妻结婚之后 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结婚日期要避开甘之同期 且又与南月日干 无形相同 才能够让男方 在婚后不至于遇到烦心的事情 又或者在事业上遭遇不顺 运势不佳 医药比开 御肝同气 且又与女方 伤官五行相同 使得两人不至于 因为各种鸡毛蒜皮的时期吵架 在之后的家庭生活中 也会更顺畅一些 只是现在的年轻人 对于传统观念 并没有那么浓厚 越来越注重个人主 因此特定的历史时期内 形成的民俗传统观念 已经不再完全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个人喜好的更多考虑 在以前的旧社会 民俗有句话叫 四离四绝 大事勿用 则定良辰几日 是新人步入婚姻殿堂的必要流程 而立春 立夏 立秋 立冬 春分 夏至 秋分 冬至 这八个节气的前一天 都不能作为恋人双方 达成婚约的重要日期 因为这些日子 被称为四绝日和四离日 凡婚姻假期的起序 都要避开这种晦气的日期 对于日子的选择上 则是要尽量讲究与美好 此外还要避开农历清明 于兰和重阳的月份结婚 才能让夫妻俩的感情 在婚后越变越好 为新婚姻的小两口之后的生活 锦上添花 除此之外 传统习俗中还认为 马蜀护冲 鸡兔护冲 虎猴护冲 蛇猪护冲 龙狗护冲 牛羊护冲 不过现在社会 已经没有人讲究这些老规矩了 新人婚后 能不能白头到老 还是在于双方 有没有足够用心经营这段婚姻 再说造成婚姻不幸的因素有很多 选择即日可以避免不幸 但带来好运只是一种寓意 仅仅归接到结婚年份上 过于亲讲覆会 过于迷信 只会让人误入歧途罢了